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今天带大家做的是200次可可奶霜豆奶 要来打奶霜喔 用的是合作社公平贸易有机可可粉 再加上四方鲜奶油 鲜奶油装在玻璃瓶里 所以使用前要摇一摇 让它稍微均匀 鲜奶油50克 接着秤重可可粉 在这里我用5克 你也可以用稍微多一点都没有关系的 同样的也可以在这里把可可粉换成抹茶粉 这样就会是抹茶奶霜豆奶 你也可以在豆奶里面换成你的咖啡 都可以对掉 再来秤二砂 我们的四方鲜奶油呢 因为它乳脂成分只有25% 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打发到很漂亮的状态 所以我在设计这个的时候呢 我曾经试过打太久到最后油水分离了 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把它打到 我觉得跟我在做蛋糕的那个鲜奶油 那个香亭奶油霜的感觉一样 但事实上发现25%真的是不太行 但是其实奶霜奶盖啊 我们就是把它打到像丝绸一样揉顺的这样的状态 其实就可以了 差不多是200下吧 现在很流行的用黑咖啡粉来打400次 同样的道理 因为它黑咖啡粉然后再加糖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水 那个就真的要打比较久 大概打到像这样的状态 很揉顺揉滑可以倒下来 我也试过用市面上的鲜奶油打 不过那真的很快就打发了 但是反而它的状态是比较坚固的比较扎实的 把它跟豆奶这样子混在一起的口感 我觉得反而没有用四方鲜奶油25%这样打到 柔顺湿滑状态的口感还要好 再撒上可可粉做装饰 200次可可奶双豆奶完成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